阳光使者您好,我叫王林旺,今年刚刚升级为三胞胎的父亲。 在别人看来我们是喜惑三胎,然而期间的辛苦与磨难也是我们从来未经历过的。 为了生下这三个小宝贝,妻子化镜,她的运气后半程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 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却还是遭遇意外,现在还在重症监控室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副为人父母的预设图景,不过对于王林旺一家来说,最终为人父母却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美好。 希望我今天的到来可以给他们一些温暖的力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她的妈妈是怎么回答的。 我男士,这个是老师吗? 您是老师,我男士是大佳老师,我女士很长大一男士们。 请请请放下一位,您是老师高四,是老师。 你好老师,您是老师,你好既然是老师,您是老师。 你好,您是老师,您是老师吗? 你怎么给我救我 我是这一期生命礼物的这个阳光使者 我接到一个三胞胎爸爸的来信 孩子在咱们ACU 对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来看看 可以 那这样您进来之前我先给您找套衣服 好啊 进去那边搁衣服换一下 所以您进来之前要先换一下拖鞋 然后这里有手削 您先削一下手 这是我们的ICU的工作环境 然后这个门里面是我们的重重监护 您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这里面都是暖箱 因为他们的胎龄体重就比较小 所以离开妈妈的母体环境 他们根本就没法维持体温 我们现在目前住的这些孩子 体重没有超过1500克的 1500克 对 就是三斤 没有超过 对对 都在1500克以下 最小的一个宝宝现在是一斤二两 一斤二两 对 天哪 我这想起我女儿生下来七斤八两 一斤二两 天哪 这好难受 您先洗一下手 然后再带您找一下那个三胞胎的孩子 因为孩子那么小 几乎就没有抵抗力 是的 是的 整个住院期间感染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最大的货险 对 然后这个孩子 就是今天您要来看的画镜 画镜的三胞胎最小的那个孩子 对我们来说这算是病情相对平稳一些了目前 但是因为她体重还比较小 所以还需要在宝餐箱里再住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看着都是舍不得摸 舍不得碰 带的有一些金麦的制管 因为这样就免得每天去穿刺去扎它 留着来给它输液用的 因为现在她的吃奶功能还不够成熟 所以嘴上还在插着一个胃管 然后有一些奶还需要通过鼻子给它打进去 好可怜 好 这么小的一个小家伙手 手脚还挺大 已经大多了 生下来的时候 几乎也就所谓的巴掌大的宝宝 也就是说的是他呢 应该生下来的体重才一千克 一千克 对 RSU里面只有这一个 啊 什么 你说什么 生下来是三胞胎 但是目前在我们ICU里面住的还只有这一个 那另外两个呢 因为当时他们三个生下来病情都比较重 因为那天是产科他们在接了一个三胞胎的早产 他们要紧急开了一个数仙讨论 当时还请我们的儿科医生去参加了他们的宫内会诊 这所谓做的场合超生三十加六种 孩子公众是一千三一千和九百一 我原来还是挺小的 一直就是严密监测 然后发孤独自现的蛋白血症 他还得状了一个未公伐解体组织病 子嫌前期现在是重度 是吗 从一部角度来讲 我觉得还可以再坚持几千吧 但是从这个胎儿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生长发育是明显结慢 三个都是男孩是吧 对啊 那前面那两个哥哥呢 我没有去参加看台 至于他当时生之前和翻面当时的具体的情况 还得去问产科当时他的主治医师 但是我记得他在产科的主治医师应该是江源会主任 江什么 江源会 江源会 对 你可以借江源主任的办公室 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 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小伙子 你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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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好好 好 你加油 看来 看来要了解另外两个孩子的情况 还真要去问问产科江主任才行 产科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据我了解像这样的大医院 每天要接诊三到四百个患者 不知道江主任今天会不会有时间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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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那个江源会主任在吗 江主任 江主任在办公室 我带您过去 好 谢谢 您好 您好江主任您好 我是江山 您好 这个接到了三胞胎父亲的一封信 是不是 您不知道能不能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因为我刚才看到最小的那个 最小的那个三胞胎的那个弟弟在 他说哥哥 两个哥哥都不在那 是这样的 这个孕妇呢 实际上是在我们医院规律产检的 因为是三胎 也跟他谈了 尤其是单容毛毛的一个三胎 就孕期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也跟他谈了减胎的问题 但他本人特喜欢孩子 从26周开始 门诊就监测尿的埋定量长了 从江主任的讲述中我了解到 华静怀这个三胞胎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早在孕初期 他就出现头晕眼花难以站立的状况 孕中期又检查出中毒子嫌前期 他的三个宝贝要比同运州的孩子小了好几圈 为了保住母子四人的生命 医院在华静怀孕不到五个月的时候 就将他们守住院了 只能我千年后后老 有些问题只能我来承受 这个看什么 肚子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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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摸一下 他会有水腫 跟你帝毯白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一天是热爱 弄得多也很 我好盼着那个指甲 你一定得保持心态的平和 然后休息休息 你别的什么都别想 江主任说 华靖德的是产妇最怕遇到的疾病 重度子嫌前妻 换句话说 这是妊娠高血压导致的一种严重的疾病 甚至会危及妈妈和孩子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 宝贝可能要提前降生 你看现在你数数是仨 你到最后呢 有可能最终就一个 太想了呀 那两个不到一千克的都危险 按照大人的情况 实际上咱们现在中的人生都有理由 只是说考虑到那两个孩子 会不会比小松多的希望不大 就一直让他坚持他 重度子嫌前妻 尿大白两到五克就已经算重症了 但是他呢 他现在已经十一克的尿大白了 虽然你看到腐壁有水肿的时候 他可能提腔的已经有级别 再等下去有可能突然就心衰了 检查报告每天都在手机上自己能看见 自己一看就真的是很高吗 躺在病床上的三胞胎妈妈化镜 每天承受着来自身体和心灵上的莫大痛苦 但他仍然在坚持着 他别无选择 他想能让孩子多在肚子里待一天 最后终止人生是在多少周的时候 31周加5的时候 从大人的角度出发了 我越早终止人生 他的情况就越会好 但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 我多待一天 他的成活率能够提高 百分之一到三 所以实际上作为一个母亲来讲 他已经能把他所有做的努力都做了 非常了不起 他说我应可大夫 已经给我数着白带白 然后我遭多大罪 我都忍 我让我的孩子再 能不能再坚持坚持 再坚持坚持 我说不行 如果三胎儿在宫内出现危险 那么另外两个孩子 也可能会有影响 可能再等于意义不太大 我不能让你再往下等 我给你补三天白蛋白 但是你这个时间太长了 你会算也受不了了 我再拖两天 可能过两天我们再终止了 后期你的身功能恢复不过来了 你数量几天稍微好点 然后但是它每天都会漏 漏出量还挺大的 我们也很可惜宝 就是觉得 但是其实你这两天 你不能值得还在会长很多 因为我们最终最终 可能下礼拜也已经到极限了 这不合适 所以昨天 江总人也是纠结了意外 不是说孩子不能再等 不是你的问题太大了 因为你还是这么年轻 如果说真的是 因为首先一个是 如果真的突然出现一个 特别紧急的情况 你不好孩子一定不会好 9月24号晚上 华静在丈夫和家人的劝说下 同意进行抛公产手术 这意味着 华静的三个宝宝 要提前三个月来到人间 抢救不到七个月的早产儿 还是三胞胎 这无疑是一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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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已经出来了 一会儿就好了啊 一会儿就好了啊 我覺得很刺激 你覺得我講寶寶 我自己不行 我希望三個媽媽的拼命 我現在是醫生 是三個高台是吧 這有可能手指當中因為有些出血子宮收縮反例 如果說發生羊肉症散的話 手就是啥糕的 這是啥糕的 我去做一煞灰 我就去做一煞灰 這三個高台是吧 好 那咱签字啊 千姑大人 先麻烦你们了 多难打点啊 拜托了 严芙蓉的家属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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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快点快点 好 还有对孩子不给人内疚 没事 比较大远好点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 手术开始 当天手术时 产科和儿科大连手 所有的医生严真以待 确保三胞胎一出生 就立即进行抢救 第一时间 争取最大的生存纪录 准备了 对 准备了 我们俩的医生 有点疼吗 然后我们吃了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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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症状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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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的 出牌子啊 这道筋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刚刚出来的时候 有一点就是呼吸困难的表现 并且还是跟早产有关系 早产的话 它为了成熟度是差的 所以说它出来 对于养的需求啊 这种就是 为了换气 这功能要先而弱一些 这个帘子 这肺也好大 好累哦 哪一页不能换气 放气 放气 我相信我三个儿子很坚强 都没听过这些 老二到这儿 人的王子 过来当事 哎呀 你给我拿一面 拿出猪囊 还有氧气袋吗 十三出来是明显的 看着额头很小 紧张力稍微弱一点 郑主任在讲的时候 我特别留意了一下 三个孩子中 老三是最小的 估计排不到两间 太危险了 后面发生的事情 让我更加无法想象 这个孔里边有好多 这三个孩子都出现了一个 会议困难逐渐加重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的话 还是跟早产肺成熟不好 肺表面活性物质 分泌的不足有关系 给我拿一面 新闻养了 酒精 酒精 哎 浇一下鸡蛋 剪刀剪刀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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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也加油 我这啥好多 好多 不是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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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尤其老二老三都比较小 所以老大也不大也就将近一千三百多 老二老三可能也就一千克或者一千往下 咱们赶紧现在转到那个新生种植兼物里 好 麻烦你 咱们打开 咱俩去前路搬手去 妮孩子 来 妮孩子 是吧 那这都在这里面 对 噢 这都在哪 这长 九长 十一长 九长 九长 十一长 九长 九长 那这个就十一长老大 来来来 九长 新床其实比较常见的 还是一个无创的支持 就是我们给了一个经济或者经济照 我们不能保护他的气道的压力 一定得达到那个程度 然后如果说他支持的还是改善不了 就需要强查完 这就属于一旦进入的 他会计之选 他会计之选 这个馆子的问题 刚才拍了这个东西 他这灰机带着吗 带着 带着 一出生就要面临这么多的苦难 真无法想象这三胞胎后面 还要经历怎样的命运 不过好在有新生儿科的医护 他们的职业和专业度 一定会让生命绽放奇迹 没有理解 没有相信 才能让生命绽放离开 太棒了 真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场搏斗 对 真的是一场搏斗 真的很了不起 我们的儿科大夫也非常给力 对 真的是 所以我刚才在儿科 他们就说 妈妈到现在 最小的还没有见过 说他们是孩子的第一个妈妈 我去看了那个最小的弟弟 我从来没有见过 新生儿中间不是 好难受 因为我也是当妈妈的 好难受 所以真的感谢你 也要感谢那位妈妈 对不起 我是特别 我刚才看到那个最小的 那个孩子 还偶尔的睁开了一眼睛 生命力很强 之前呢 就是我见过儿科的 刘玲大夫 她说呢 三胎之中的这个老二 情况比较好 已经出了动症监护室 另在普通病房 一会儿可以看看下去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六层 两个月前发生的故事 现在听起来仍然精心动祸 真心期待这三个宝贝 能早点回到妈妈的怀抱 那我去找刘玲大夫 谢谢啊 哎你好 先生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我接到了一个三胞胎 爸爸给我的信 您说的是画镜是吧 哎对对对 哎是的是的 他就在这 我带您去看看 可以吗 可以的 好好谢谢 好谢谢 都到老二科是不是 对 哦好 这个老二在我们这儿 平行平稳 也住了一段时间了 刘玲医生是三胞胎的 主治医生 他给我讲了 更为惊险的一幕 三胞胎生之后呢 是直接由我们科的 转运的团队 把他们从手术室 接回到了NICU 老大呢 当时非常的危重 除了早期的 呼吸困难 和早产肺透明 护膜病之外呢 后边他还发生了 半血症 您说老大吗 对老大 嗯 然后那个时候 可能会影响 他的各个脏气的功能 老三其实病情 也是非常的重的 就像你看到 他在NICU 对 他早期的时候 也是肺发育不成熟 呼吸困难很严重 而且这期间呢 他心脏功能 出现了问题 术后第二天 老大出现了意外 老三的情况 也跟着突然恶化 经过检查 他们同时出现了 再血症 但血症就是 血液里边有细菌生长 这个血液可以 要全身更多脏气 但血症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 还是很兇现的 发展会很快 孩子们可能会出现 因感染导致的死亡 病情进展极为蓄复 这是新生儿 最容易能做的灯瘍 两个孩子的生命 极其可抗 老三本身 他血脑屏障也比较差 在血中的话容易合成 化濃素脑膜炎 我们也给孩子做了腰痰 他们三个刚出生的时候 只有1000克出生体重 真的是很小 所以当时我们的毒管大夫 在进行腰椎穿刺的时候 却那个难度也挺大的 一个小宝宝 他的椎管就很细 我们腰有很细的针 然后找到这个定位 给他穿刺出来 这个留在你身上的 他往我身边吐一点 没有 经过儿科医生的中心腹力 两个小家 就算闯过了这一生命关 生命有时候 真的就是这么顽强 几个宝贝 就在新生儿科医护精心照料下 慢慢地成长着 直到有一天 能回到妈妈的身边 不过好在我们的结局很不错 老大也是从我们六楼出院的 我还记得他出院当天 他爸妈非常的激动 然后终于把他 老大已经出院了 是的 这个三兄弟生下来 分别都只有一千克 是不是 是的 然后老大先出现了问题 但是他最先出院 是的 他只有几个 Porque 他来给你们俩做 十八父 好 sla 我们俩收拾 杜了 压得 我可以去看看那个老二 您今天来的还挺巧的 他明天可能就要出院了 明天老二就能出院 要出院的小老二 他哭了 哎呦哭了 他今天体重已经长到将近2500克了 真的 体重增长了两倍半 哎呦我可以碰他吗 可以不吗 您得先洗一下手 好 来这这这 手削 对 我也 来烧一下 您看他现在活力这么好 已经和早前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现在吃奶呀 然后反应啊 哎呦 哎呦早看 嗯 哦 我睁开眼睛了 哎呦 哭哭哭哭哭哭哭 哎 小家伙 小家伙 您可以帮帮他 来我教您 看 就是拖着他的颈部 然后让他抱起来 来放到您的肘窝这 看啊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来 这样 哎把他把头放到您的肘窝这 哎对了对了 这样就会好一些 哎呦 哦 小家伙 你是饿了吗 啊 啊 宝贝 你是饿了吗 是一会儿也该出奶了 抱得还挺有经验的 嗯 嗯 有什么 妈妈呀 哦 那您 那您的孩子 当时出生的时候您还记得吗 是什么一个状况 我太记得了 我女儿生下来太大了 七斤八两 哎呦 真是 然后 嗯 这只 我又是顺产 啊 然后生下来以后 我就一直看着 在什么 他 在我旁边 我就看着 他说 这个小家伙 就是从我肚子里面 出来了 那种 那种 真的生命的奇妙的一种感觉 哦 你 哦 你在听呢 哎呀 哦 你听得好认真啊 哎呦 你笑了 你笑了 你这么高兴呢 不不不不 看啊 这个没有布要打开以后 还是把这个边 还是不给他拽一下 哎呀 要拽开 这样省个磨他的大腿根 嗯 嗯 嗯 然后给他 也还是这样抓的 一样的一样的 应该没有太多的 看着我就觉得 好 因为他们很软 对不对 就不敢 非常小 就是不太敢 来 好了啊 没问题 好了啊 哦 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马上就好啊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哎 好了好了 不哭不哭 看我们换好了 多舒服啊 是不是 哦呦 委屈的嘞 哎呀 哎呀 换好了 换好了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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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哭了 好了 好了 真的这样看上去 还是挺强的 对啊 你哭都那么有力气 对吧 马上奶就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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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 不急 你再先 先削个手吧 好 因为刚才我们换过尿裤了 好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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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这是他的小毛巾 哎呦 真配合 真棒 真棒 很久违 哎呀 张着嘴 哎呦 真配合 真棒 哎呦 哦 劲儿好大 好大 是吧 你都能感觉到 他做得非常有力 刚开始 特别小的时候 真的是 我们还是鼻管那种味道 慢慢吃 慢慢吃 张 谢谢 睁开一只眼睛看 一只眼睛在寻视 对抱的感觉 特别的舒服 特别好 而且很安静 对 她的神经系统的发育都特别的好 就是那种抱很重要 抱很重要 对 特别是和妈妈那种皮肤的接触更重要 那记得我女儿生下来到这个满月 就是特别不舍得把它放回床上去 就是你抱着她 因为给她喂奶的时候 喂水的时候 你粒子都把它抱起来 然后我们把粒子就特别不舍得放回去 对 但是睡得好舒服 是吧 对 她是这样 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最头疼的是什么 是喂完奶之后要给她拍格 哎呀 我女儿就是经常就一瓶奶 吃着吃着睡着睡着了 睡着了 她现在一顿是多少 一顿五十 五天 她要十八次 三小时为止 真的 很棒 刚才的食材几毫升 对 现在一看都八 她们的妈妈 以后等她们回去了 那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 对 非常非常 那毕竟是她要一个人管三个 是 确实是 吃饱了 吃饱了 吃完了吗 可以拍一拍三个 哎呦 哎呦 实际 哎呀 好棒 哎呀 真实际 拍格的时候 鼻子跟嘴不要都 就是给她盖住 所以她要稍微歪一下 现在姿势非常标准 嗯 为难 轻轻地拍她 从下来 啊 一个格已经 有了是吧 真实 哎但我觉得她的 她的这个 紧力 还是 软 没有 没有那么多吗 我觉得 她已经很强了 我觉得她挺强到 对于这个 这个早产儿来讲 她跟 就是 一下子 能有那个 那一下 拍了两下 就出来了 看来还是 您的技术不错 很娴熟 只能说我没忘 然后 护士长又指导得好 好 姜老师 她吃饱了 可以拍出来 咱们可以让她 回床上睡觉 对 这回 舒服了 睡了 睡吧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让我又 重温了一下 这个 您太乐趣了 新妈妈的 是感觉 三个宝贝的到来 让我们惊喜 也让我们忧虑 因为早产 他们的后续之了 到现在 几乎花光了 我们所有的积蓄 好在他们 能平安归来 一切都值得 眼下最棘手的 就是 我们原来居住的 铠甲肯定是 不够用了 孩子回家 我希望给他们 准备一个 相对宽松的 成长环境 一个温暖 又安全的家 在家里 都充满阳光 喂 请问是萧玲呢 你好 我是江山 方不方便 我们见个面 江山 上前 你好 能够第一 让妈妈能够 安心地 恢复自己的身体 温馨一些 温暖一些 大概是一个 这儿有一个阳台 这儿就是一个卧室 好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来做 行 好 谢谢 你放心 谢谢 谢谢 您在家看着老大了 我跟华静 直接买东西去 等我把老日的 接过来 有啥带好 妈 我们走了 走吧 妈 辛苦你了 妈 你放钱 三个小时 这也不奶 行 哎 好了 来 你吧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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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们帮着复制一下 好 坐 开始吧 不哭了 要出院了啊 不哭不哭不哭要出院了啊 今天老师您换了 啊 来了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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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不哭不哭就好了啊 就好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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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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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不哭不哭不哭回家了 回家了 花镜在吗 你好 你好 接谁呢 我好 嗯 赤子 是吧 然后搓一下 洗了手就别摸其他的东西了啊 假了 要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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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给你看一眼 嗯 花镜赤子啊 嗯 劲还挺大 哎呦 是的 老大对啊 嗯 好了好了 水还挺大 江山老师在这儿呢 江山老师 江山老师 江山老师呢 这个 这个 在哪儿出啥去 都不知道呢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妈妈 这没看到呢 真的 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妈妈 首先恭喜你 来 恭喜你 哎呀 这个 赤子就可以出院了 啊 来 赤子 你看看这是谁 你看这是谁呢 他很有劲儿吧 你是每边抱 右手还是左手 这边哈 来 好 可乖了 对 可乖了 可乖了 对 可乖了 给它握力起来 你再看我吗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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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二宝 二宝 你看看这是谁呢 江山老师您知道吗 那他哪知道 我们家二宝 他们三回应的时候就是听你的歌长大的 快乐歌往里面我就听了您一首歌 一直就给他放他们你的音乐 听了哪一首的 就梦里沈仙 我觉得那个音乐特别美 这是他们歌仨的拍照音乐 对就是这一个 别的就没听 我就觉得这个曲好听 淡淡相似都写在脸上 真诚离别被再见上 泪水流过两旁所有的话 现在还是没有家 真是 真的我觉得特别荣幸 真的 这是我的荣幸 你想你从来不听歌的 我叫三宝的荣幸 就是 你给他放这个音乐 他有时候会安静一些 真的吗 真的 他就会安静 嗯 对 按水 哈哈 你的话 我们上去 两个字 不说 大概是 还要不说 我们家别看了 你们家别看了 别看了 怎么像幽圆呢 你喜欢吗 我喜欢呢 真的 多漂亮啊 真的像幽圆呢 祥面上我们都贴了这种 儿童的防撞贴子 三个宝宝的婴儿床 旁边主要加了一些这个围栏 是为了防风保暖 他们大了 可以让他们在这玩 还比较安全 这是宝宝 江春老师 这个是老大 大老大 哎呦他们歌仨是真像 你笑了 真的笑了呢 好可爱 那他们都喜欢笑 这歌仨都喜欢笑 大棋 来大棋帮我弄了 大棋来 大棋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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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以前听那歌就是江山老师唱的 哈哈哈哈 一天老师再给他唱一首 哎呦 哦我们这样子大 我们还没吃饱 还没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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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这事是我们家做的 被寒醉了 看您的 露宝卡 啊 啊 这一个小战口 你以为是 是卖宿的 是不是 哇 哇 这么多呢 这是节目组为你准备的 哎呦妈呀 有 有料片 啊 奶瓶 哎呦 我看你在哪 对 多三 对 多三 对 有一个 他到了 他到了 快点快点 快点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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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还有我们家爱宝的理论呢 爱宝 三个多 是吗 对 咋呀 这个是给老大的 这个是什么呢 是一米 他们长大的以后告诉他们 看看你们伸出来的脚就是这么大的 也能这样 你们伸出来的脚就是长这样的 好 十天后 我收到华静打来的电话 说老三也要出院了 而老公王林旺得到消息后 高兴地蹦了起来 看你啊 小男孩 不要过心理以外 好 我家之后 老三被顺利地接回家中 三兄弟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每个孩子的诞生 父母都希望能给他们全世界最好的礼物 无私的爱 无限的牵挂直至生命的终点 这是每一个做父母都会义无反顾的选择 我们每一天 体会生命的乐趣 收获成长的意义 这才让我们配得上这个伟大的名字 而这正是孩子们最好的生命礼物 谢谢大家